我也有点不好意思 我自己本身学的是财经 就没有想到因为只是一念之人 在网络上认识的网友 提供了我自己的银行额度 让他去做一些操作 诈骗猖獗 没想到连具有哈佛大学背景的财经专家 杜子诚都差点沦为诈团共犯 其因就是最常见的网络交友 住宿他是一个弱势群体 一个单亲妈妈 有一次的对话过程里面 听到背景是有小孩子在哭 所以我就认定了 他应该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单亲妈妈 该名字称单亲妈妈的灵性网友 以粉丝身份连书家好友接近 平时会聊财经话题 说主要从事外贸 但投资银行额度有限 杜子诚为了帮助他 开了三千万额度账户 才提供两三个月账户就被冻结 我本身也是一个被害人 因为我的这个账户阴暗 被冻结了一年半左右 被迫呢 我只好透过一些这个 借贷或者是这个 银行的这个信用卡的 预介现金付出了很高的利息 据了解这期诈骗案 被害人至少有十六位 骗得多达七千多万元 诈骗集团假冒财经专家 阮木华 谢金河等名义 网络开设投资讲座 美女照片当作助理头像 让不少民众受骗上当 判定了我是不起诉 台湾的这个诈骗 真的是非常猖獗 连财经专家也难过美人关 卷入诈骗案 po文直呼很冤枉 吃猪脚面线过霉运 希望能早日脱离官司 此期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